森巴体坛四四皮 一针这期可能女孩能来到本期的胖周来球 今天啊胖周跟个球员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BA 聊一下北京首钢啊 那么可以说呢 北京首钢这支球队呢 作为咱们一支CBA的传统禁律 那么也是总冠军级别的球队了 在上个赛季呢 经过了一番折腾之后 大家都知道 主要折腾就折腾在教练组这个环节了 从帕亚加尼到谢利宾 再回到了雅尼斯时代 那么这个球队 因为这种折腾 导致上个赛季大投入之后呢 并没有出来成绩 确实呢 让很多球迷感到非常遗憾 所以说在今年夏天 这支球队还在酝酿着 新一步的升级计划 期待着球队能够在整体的阵容上 带来一定的升级 在新赛季 在雅尼斯的带领之下 重新的返回到CBA之间 因此呢 在今年夏天这支球队 在目前的现阶段 也在做出了一些人员的调整 我们知道 在8月31日之前 那么各家CBA俱乐部呢 必须要针对你球队本土的阵容 完成一系列的调整 那么9月初开始 各家俱乐部 在针对自己球队的一些外援 开始进行报名的 注册的签约了 是吧 该是下一部分工作了 那么联赛将会在10月份 就要正式开打 北京首钢似乎呢 也在有条不紊的 推动着他们的一系列的工作 而在近日 根据我们国内媒体 所发布的一个 最新的消息显示 上个赛季 效力于北京首钢的 单场25分的外援 麦克雷呢 将正式的在新赛季 加盟罚甲的球队 也就意味着 他正式的离队了 下个赛季将很难 再留在CV打球了 那么失去了这名 25分先生 对于北京首钢来说 确实很大的遗憾 因为咱们不可否认 上个赛季 这个麦克雷 虽然说加盟球队时间比较晚 但是呢 他融入球队的速度 还算可以 对吧 来到球队之后 也帮助球队 在后期打出了几场 非常漂亮的球 尤其是在季后赛 八进四 北京打广东的那场球中 是吧 北京首钢险些 就把魏勉冠军 给八进四淘汰出局了 对吧 那场比赛 是遭遇了广东队 一个大逆转 实际上第三节 已经把广东队给打花了 当时就靠着麦克雷 这个外援 确实在跟威姆斯 对位的过程中 麦克雷 他有高度 有臂展 是吧 攻守两端都不吃亏 如果说你让吉普森 这种小外援 去对抗对手的话 是完全对不住的 对吧 让对手完全给你 卡死了 一个弧明轩 一个虚间 就把你给限制死了 但是呢 麦克雷这种外援 他的本土球员 是限制不了的 只能上威姆斯 给你一对一的单干 对吧 这样一来呢 就很好的消耗了杜峰 甚至那场比赛 把杜峰的冷汗都打出来了 那么这样一个外援 确实表现出了 他打硬仗的能力 这种外援 才是一个总冠军球队 应该去标配的外援 大家都认为 麦克雷 在结束了上个赛季的合同之后 很可能会获得 球队的许约合同 但是呢 事实证明 最终球队并没有跟他许约 而是选择放弃了他 那么这对于 北京首高的球迷来说 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那么很多球迷认为 为什么没有许约麦克雷呢 这样好使的一名外援 失去了之后 对于球队来说 多大的可惜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不要忘了 球队目前已经运作 林书豪来到国内了 那么林书豪 当然他目前这个点呢 存在了一些客观因素 对吧 这些客观因素决定着 他是否能够在新赛季 完成CBA的注册 也都存在一些隐患 这都是一些exing因素了 对吧 那么这摆在秦晓文面前 是有着很大的压力的 当然呢 对于杜峰来说 此前大家都知道 传输一定的消息 大家表示 可能会有机会 去挖脚麦克雷的 当时呢 有国内媒体传出来 如果说北京首高 不许约麦克雷的话 广东队完全会有可能 签下麦克雷 去跟威姆斯搭档一下 对吧 因为马上布鲁克斯这个点 何时能够商与付出归队 还是个未知数 如果说球队能够配置上 一个麦克雷 加上一个威姆斯的话 这样一队外援的组合 也是非常极具实力的 但是呢 事实证明 最终杜峰挖脚 也是宣告失败了 很显然 他最终没有挖到麦克雷 因为麦克雷去罚家打球了 这也就意味着新赛季 广东队 他们在外援的配置上 也需要面临一个新的难题 给球队尽快的敲定 球队的第二名外援的配置人选 究竟会出现在哪里 毕竟球队不可能 在这一个漫长的赛季地 我只依靠威姆斯一个人去带队 对吧 因为马上 他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 未知性的因素的 跟肩锻炼之后 还能否回归到当初的巅峰水平 也是一个X型因素 对吧 所以说不能够把所有的宝 压到马上布鲁克斯的恢复上 因此呢 广东队一定会在新赛季开打之前 再给球队找到一个 合适的第二外援的人选 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掉 广东队新赛季 你在外援配置上这样一个隐患 所以说对于朱芳宇和秦小梅来说 新赛季在外援的选择上 都面临着种种的难题 如果说这些难题解决不了 对于两只球队来说 新赛季的争冠 都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那么在此呢 我们也是期待着 各家俱乐部都能够在新赛季 正式开打之前 找到心仪的外援 在新赛季给广大的CV球迷呢 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巅峰对决 我们也是共同的拭目以待 好了那么本期的胖猪聊球 大家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猪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猪的听听听听听 聊聊球